当你注册成为选民了之后 就这些事情你全部都搞定了之后 那么在初选的这个过程中 你要怎么投票 你到底如何选择 你要投给谁 还有在没拿到选票之前 你怎么知道你这次投票 到底要投给哪些人 要投给哪些职位 如何来预览自己的选票 那其实呢在投票里面 就是我们主要是 针对现在的美国来讲 因为我们这次是美国的这个初选 那如果在这个美国的选举里面 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了 就第一点就是 千万不要投票给民主党人 对 因为民主对大家来说 是一个特别对现在的社会来讲 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字 好像什么东西就是民主 民主代表进步 民主代表先进 有文化 是跟世界 以前的 在民主出现之前都不一样的一个制度 而且是就是当你一提到民主两个字 你就会觉得说 哇民主党 在他这里有民主 但后来你发现 不是 在他这里有共产 对 像说任何国家的名字 上面如果写人民的话 就是特别不在乎人民 对 如果有共和的话 就特别不在乎共和 有民主的话 就特别不在乎民主 特别去打压民主 所以说 呃 大家可以 透过这个样子的一个筛选法 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的这个党派是什么样子 那首先真的就是 不要投票给民主党 美国的民主党是非常非常邪恶的政党 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种说法是不是有点偏激呀 就是哎我知道你们是基督徒 我也知道你们是共和党哈 但是是不是就是说民主党 这个你就是如此否认 就是说千万不要投票给民主党 这种说法是不是一种非常极端 或者是非常激进 或者没有考虑到例外的 呃这样的因素 就是说是不是民主党里面 还有比较OK 或者是不错的候选人 啊 那在这里我们不讨论说 这些人的性格怎么样 我们也不讨论他们为人处事怎么样 只要他是在这个民主党里面 我们就说他支持的理念 到底都是什么东西 其实他们的理念 绝大多数都是反基本常识 然后反人权 反人类 就是你绝对不会想要让他们任何的一个措施 去实行在你的家庭里 去实行在你的社区 还有我们的国家里面 那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那第一点就是说 只要是民主党人的话 那当然了是他们党的这样一个方向 他们就是不支持生命权的 那我们在这里谈到的这个生命权 大家会想到说 妈妈肚子里的胎儿 就是这些还没有出生的这些婴儿的生命 其实不仅仅是这些生命 他们也是反对你有自己的 有权利去保护自己的 就他们反对的不仅仅是说 没出生人的生命权 其实出生之后人的生命 他们也是不在乎的 嗯 没有错 那民主党一直以来都是反对生命的 民主党一直以来都是想要建立一个由上而下的一个机制在这个地方 各位如果说我在讨论就是民主党目前政策之前 民主党的历史是非常非常肮脏的 他们支持奴役制度 他们是创造KKK的党 3K党的党 然后他们希望可以种族隔离 他们现在还是希望种族隔离 只是现在他们想要把白人踢出去 然后把黑人留下来 以前是把白人留下来把黑人踢出去 他们希望你在坐公车的时候是 黑人坐一边白人坐一边 他们希望是有特权的 所以这个党是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邪恶的一个政党 就在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里面叫做民主党 他们什么东西都觉得说我只要有多数 我就可以来掌权来掌控这个东西 他们不在乎宪法 他们想要推翻宪法所有的制度 我们后面这个宪法上面写的这些东西 生命权 追求自由 追求幸福的权利 然后那个 in God we trust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他们反对的 民主党的基督徒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基督徒里面的圣经 圣经里面教导的所有东西 所以民主党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 你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还是现在看 民主党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他们唯一做的正确决定就是把民主这两个字放在他们的党里面 然后用这两个字就骗了很多的人 那除了生命权之外呢 第二点他们是反对传统婚姻的 也就是说他们是认为婚姻不不只限于说男人跟女人之间可以结婚 然后他们也不认为说有一部分非常极端的 他们也不认为说婚姻只限于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他们甚至是很多人是支持说 我们是支持一群人 就是婚姻不限人数 这个有 然后他们说只要是爱 两个男人两个女人就随便怎么样都行 所以他们是完全是违反 正常的这种上帝创造的男人跟女人设立的婚姻制度 他们是完全违反的 你现在仔细想看 像你听过所有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 爱就是爱 爱没有罪 爱什么 反正你只要听到 爱这个字是被民主打烂的 现在的爱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 现在的婚姻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 婚姻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 婚姻只是一张纸而已 这个样子的想法就是在民主的制度下面出现的 这个样子的想法失去了婚姻的神圣性 失去了婚姻一夫一妻之间的这个契约内容 我们现在的所有婚姻里面的破裂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都是用爱女权 还有各方面这个东西来去 以民主的制度来去推翻的 所以说民主党这个党在婚姻上面 他是完全不支持婚姻的 他是要用 他没有办法直接摧毁婚姻 说从此以后我们现在不结婚了 反而就是说一直把婚姻的制度 灌水你可以跟男的跟男的结婚 女的跟女的结婚 你可以跟你的狗结婚 你可以跟一堆男的结婚 你可以跟一堆女的结婚 你们可以一堆人一起结婚 家庭加天下的概念 所以说摧毁婚姻摧毁家庭 是他们的使命 是他们的目标 是他们的纪律 所以说这一点也是我们不能投给他们的原因 那还有一点就是华人来讲了 大家非常非常注意的 注重的这一点就是社区安全 你会看到太惨了 我们看到很多新闻 就是华人的老头老太太对吧 然后在去超市只是买个东西而已 然后结果被这些罪犯在那里暴打呀 然后打完了之后 那这是哎呀打的满脸都是血 然后被人什么开车拖出去多少多少 然后身上的钱全部都被抢完了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民主党的一个制度 他们释放罪犯 他们纵容打砸抢 我们看到在Arcadia Mall 就在我们南加州Arcadia Mall 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化妆品店 然后这个药品店等等 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被锁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不仅有人进去打砸抢 还有人偷东西 这个是我自己跑去问店员 就说你们为什么把这么多 如此之普通 20块钱以下的东西 我说你锁他干什么 他说因为大家会偷 所以就是他们是释放这些罪犯 是纵容打砸抢 而且是他们不会去定罪这些犯罪者 这些犯罪者呢 通常警察千辛万苦 把他们给抓进去了 结果后来警察一下班 发现说 这人怎么出来的比我下班还早呢 所以就是说 这些人不去定罪他们 包括在加州 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可笑的一个法案 就是950块钱以下 对吧 你不用负任何的责任 你偷东西抢东西 只要不超过950块钱就好了 所以所有的这些犯罪行为 都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影响我们的老人 影响我们的孩子 影响我们的女人 甚至有很多男人啊 他们也说打就打 说抢就抢啊 也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些让我们社会 造成非常非常糟糕的这些因素 都是因为民主党人制定的法律 大家如果是跟我一样 是差不多我这个年纪的 就是我大概国中的时候 你那时候听1300的时候 中讯高宁 就会在节目上面讲说 哎呀美国的警察 其实是怎样怎样 然后现在呢 有一个three strike law 然后你只要犯罪超过三次的话 你这一生就毁了 各方面这样的东西 他们一直在讲的就是 警察很坏 警察是坏人 警察的权力越弱越好 然后呢 这些罪犯很可怜 这些罪犯其实是穷人 他们其实不是去偷 Nike的球鞋 他们其实是肚子饿到 只能去偷面包 然后我们反而是要帮助 这些罪犯 他们要各式各样 很奇怪的理由 来去合理化所有的犯罪 现在加州可以从我们以前 我以前小时候 大家是守法的 大家是彼此尊重的情况下 现在变成一个犯罪天堂 吸毒的人满街跑 然后呢 在那个Downtown LA那个地方 一堆人在那边 然后呢 打砸抢 然后只要你是黑人 只要你是老末 只要你是非法移民 政府哪里没有办法 邻居哪里没办法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为所欲为 但是如果说你少赴税 然后呢 你这个stop sign没停 警察是把你盯得死死的 他们就是一天到晚去 允许犯罪在我们的生活圈里面 干扰我们的生活 打我们的生活 像如果你加倍闯空门 警察去 他是什么事都不能做的 笔录去写一写 然后就说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然后他们就回家了 每一次发生的事情 都是这个样子 警察没有能力去办案 也不想要去办案 办了案也没有用 因为马上这些犯罪的人 就会被放出来 等于说 光是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不能投给 民主党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 那还有一点就是 民主党是支持高税收 说白了 就是民主党根本就是 他们支持共产主义的党 他希望说 你赚的这些钱 都不属于你的钱包 不属于你的荷包 就是你这个人 怎么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你赚这些钱 你多拿出来一部分 我们大家一起拿这个钱 去建立什么 结果他拿你这个钱 去干什么 他拿你这个钱 把你的钱 去给到堕胎诊所 说我们多建几个堕胎诊所 我们多杀一些婴儿 然后我们多保护女人 自由的权利 然后他拿你这个钱 去干什么 去给这些非法移民 现在非法移民来了 对吧 然后说你给他们白卡 你给他们完全免费的健保 你给他们吃 给他们住 甚至我还看到说 非法移民 在纽约那边 说到了宾馆里头 居然还有苹果电脑 可以让他们上网去玩 所以是 这都是你的钱 有多少的家庭 都没有办法 给自己家里 买一个苹果电脑 因为太贵了 但是我们可以说 你咋这么没有爱心呢 你咋这么没有同理心呢 你如果要不交这个钱 你得到的还不是社会上的谴责呀 你看看你敢不交税 你试试 他都不是说 来咱们大家一起做 不是 是你必须 我政府通过了 我们就是这一帮人通过了 我们就是立这个法 你必须要把这个钱给收上 因为我们必须就是要需要这笔钱 所以他拿了这些高税收之外 拿这个钱去给homeless盖房子 然后去给那些吸毒的 没有办法生活自理的 这些homeless 给他们建吸毒所 让他们进去继续吸毒 让这些人 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翻身 他们的生命 基本上也就到这里 也就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他们的圆满的句号 就是画在政府 给他们建的吸毒所的里面 高税收不只是 你的税会被提高而已 所有的企业税也都会被提高 企业税被提高是什么意思 就是企业它没办法成长 因为它多余的钱 本来是要拿来扩张 自己的这个事业版图的 现在全部要被拿去收税 加州的有钱人 几乎付了加州超过一半以上的这些税收 穷人其实付得很少 然后这些原本是可以拿来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 然后扩张这个事业 然后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公司 现在全部被拿去政府去收税 然后去给这些所谓的穷人 然后帮助穷人 我们不是在反对帮助穷人 我们觉得税是有必要的 像说警察你是需要税收的 边境管理是需要税收的 然后我们的这些什么TSA 各方面的这些政府给出去的服务 是需要税收的 但是现在他们使用我们的税 是去雇一堆社工 然后呢不要警察做事 不要鼓励人家犯罪 建立吸毒所各方面的 然后要更多的社工跟医疗人员 他们什么事都没有做 然后就去那个地方领钱 他们是在创造出来一个福利的社会 然后还有一个政府保障下的 工作的社会制度 所以我们不支持 民主党推崇的高税收 而且民主党呢 还是完全否则大政府 就是他们希望说 政府能够建立更多的分支机构 然后越多分支机构越好 雇越多的员工越好 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说 只要政府越大 他们提供的服务的项目 还有内容就会越全面 但其实并不是 因为这样的话呢 他们就会拿从你口袋里拿出来的钱 去养一大堆的人 然后在这里面会有很多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的腐败的问题产生 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且不仅仅这样 你会发现你办事越来越困难了 就它其实根本就没有更简单 你以为说人多了机构大了 然后所以我去到哪里就会变得比较方便 但是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 政府越来越大 他的权力就越来越集中 所以这就是那些立法委员 他们可以立法说 只要我们州长说谁谁谁怎么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法律上面 比如说我给他们多拨款 或者我给他们惩罚 我不给他们拨款 等等等等 其实这样子是创造一个巨大无比的政府 那什么叫大政府的概念呢 就是从中国来的大家都知道吗 这个不太用多讲吧 大家都深有体会 大政府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制度 我们华人 我们会不管是从台湾来的 还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还是从香港来的 我们对政府是有一个幻想的 我们会觉得说政府会是好的 政府是为了我们好的 政府都是为了为了人民想 我们要一个明军出来 但是实际上就是没有人会为了你想 任何一个政府 它只会不断的扩大 任何一个政府 它目的就是要扩大 就是要说你听我的就好 每一个政府都会派出来一堆专家 什么Dr. Fauci 然后什么那个NIH的那个人 他还是个什么很虔诚的一个 Evangelical的基督徒 各方面这种东西 他们想做的事情 就是告诉你说 我叫你戴口罩 你就要戴口罩 我叫你6 feet apart 你就要6 feet apart 我叫你干什么 你就要做什么 如果说你没有去做 如果你没有去服从的话 你就是社会的敌人 社会会乱就是你的问题 但是同时刚刚说到那一串 他们想要把你的钱全部都拿走 然后呢支持你去犯罪 然后呢去外面打砸抢 然后呢支持你杀婴儿 支持你不尊重生命 然后呢支持你在婚姻里面败坏 然后支持你去犯奸淫 各方面这个东西 他们想要世界乱成一团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他希望我们都是不能控制自己 没有办法保持自己圣洁的一群人 然后他们是人民保姆 人民保姆 这个是台湾的警察的一个称号 就是说他们就是要来管你的 他们就是要来管人民的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想法 你如果是自由的话 你如果是刚强的人的话 你就不需要一个大政府在这个地方 你更不需要共产主义来帮你促成和平 因为你想要得到你的劳力创造出来的财富 所以说不管是大政府还是共产主义 这两个东西我们都是拒绝的 但刚好全部都是民主党他们的政策 所以呢刚才我们列数 那当然还有更多更多的理由 但是刚才就是大概能想到的 说几个比较主要的原因 就是千千万万不要投票给民主党 我们下期再见